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我们今天要直播的这本书叫做猜猜海洋 它就是所谓的连接绘本跟文字书中间过渡时期的 就是我已经认了不少字 可是我还是有很多字不认得 那我们就看桥梁书 桥梁书呢除了里面有很多文字 而且字都很大哦 你看很多绘本一翻页也是这么多字的 就差不多 字很大都一定有注音 好猜猜海洋这本书呢 是林世仁老师的作品 那在连经书版社八行的 这些故事啊其实呢 是在很多年前20年前 它就创作的故事 如今呢把它重新集结 重新发行了之后 编成用比较新颖的方式来做排版 让小朋友呢会看得更喜欢 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一本书的故事吧 猜猜海洋 今天讲的这一本呢 猜猜海洋里面啊 它总共有五个故事哦 除了猜猜海洋还有怪物在哪里 地牛翻身 轮子先生和步步旁旁 我帮大家选的是轮子先生 这一个故事 你看这边会有目录 如果说是绘本就没有目录了 对不对 如果是文字书就有目录了 它这样让你比较好索引嘛 就直接翻到你喜欢的 有人说这个作者的文章有收入在教科书里 这是自然 因为他们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作者 他们的这个写出来的文章啊 都可以给小朋友当作 不管是写作文的范例啊 或者是了解这个世界的入口 所以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作者 好你看我们有目录索引了 我就想要看哪一篇 我就翻到那一页 假设我一天呢 靠自己的力量 我只看一个章节 就一个故事 我至少呢 我第二天不用又重新在那里翻 还有哪一页 我刚刚看到哪一页啊 我知道我从第二个故事开始看 我就翻到第二十四页 对不对 那轮子先生呢 是翻到第五十八页 我们就来讲第五十八页 轮子先生的故事吧 这样很棒对不对 买一本书 用一本书的钱 买到五个故事 好过瘾哦 太棒了 我们来说故事吧 轮子先生 轮子先生好手好脚 什么叫好手好脚 因为你们看他坐在这里 这不就是轮椅吗 谁会坐在轮椅上 残障人士 还有呢 old people old people啊 哎呦对 老先生老太太 gran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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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pa 老人家体力已经不好了 自己走也危险啊 也不是不让他们运动 有的时候因为那个腿部肌肉的关系 平衡力和体力的关系 让他们自己真的在外面走的话 也是会危险的 当时摔到了 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家或者是呢 有身体障碍的人士呢 他们会做轮椅 可是呢 这位轮子先生啊 他可是好手好脚呢 就是他的手也是好的 脚脚也是好的 我刚给大家看手 你要不要来示范脚 你的脚可以来一下吗 上不来 上不来 你不是很能Q吗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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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纪大了 没有那么能Q了 好 好手好脚 都没有问题的 没有哪里不舒服 可是他还是每天坐在轮椅上 轮子的椅子上 就是轮椅上了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喜欢轮子 他就无可自拔 他就不能生活中没有 他喜欢轮子 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轮子 而且呢 他不是只是把一个椅子 装个轮子 就这么简单 就跟我们书桌上的 那个不是书桌上 就我们用的平常的椅子 差不多啊 办公椅 对不对 还有我们在房间里面用的书桌的椅子 会有轮子 他这个只有轮子而已 他觉得没意思 他就是为了要让轮子 带他到处去跑嘛 所以他的轮椅呢 一定会装电动的 电动轮椅 里面呢 放了个超级马达 他不是那个安妮骑哦 时速只能到二十几 你们记得那个 神托阿嬷 他不是有一辆 他摩托车 对 他那摩托车只能时速二十几嘛 就是比 比人跑步还慢 对不对 他不是 他这个因为有大马达 他跑起来快的话 可以跟公车一样快 他快的话呢 可以跟公车一样快 慢的话 他还是可以慢慢走的 就跟公车一样慢 公车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慢 他慢到像 蝸牛散步一样慢 哇 他好极端哦 这个人怎么这么极端啊 轮子先生出门都会坐这个轮椅 在家也坐 从卧房到书房 这么近 我们家从工作室到 我的小妹的房间就是一步 一步路 从工作室门走到小妹房间 一步 走到那个主卧室 两步 很近啊 他这样也要坐轮椅耶 他这样会出问题的 连我都 运动量都不够生病了 他这个 这个完蛋了 他很快就要生病了 因为他就是不动 他就坐在这边 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 他就是不动 不好啊 那别人就笑他啦 就你好手好脚的 你坐在那里干什么嘛 你就是 你是不是轮椅先生 大家叫他轮椅先生 那但他不高兴了 他拒绝这个称号 他说不不不 不是轮椅先生 是轮子先生 不是只坐在 有轮子的椅子上 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有轮 轮子 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是轮子先生 他有多爱轮子呢 他不只是自己做的 只要有轮子 他所有的家具都装了轮子了 轮子盆栽 轮子衣柜 轮子电视机 你看上面鲸鱼吓得要死 因为这个电视机不闻 一直滑来滑去的 哎呦好吓人哦 轮子狗骨头碗 哎呦这个狗味道追自己的狗骨头 真的是还要在家里飞奔 连这个立灯旁边一个灯 他都要装轮子 好奇怪干什么讲 反正他什么都装了 他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他每天不要说每天了 他无时无刻他们家的摆设 都可以改变 他好怪 他真的 他大爱是 对啊他干嘛这样呢 改变这样好 变来变去有什么好 不太多 有什么好的 这样你就要到处都会制造垃圾吧 是不是这样 要固定下来比较好打扫吧 好吧 反正他喜欢就好了 不干我们的事 他高兴就好了 不过啊 他很 就是刚刚说极端嘛 他不是这样极端而已 他又够极端 你看他怎么办到的 他把他家装两个大轮子 哎你知道我看过那个 Discovery还是国家地理频道 就曾经有报道过哦 好像是日本还是哪里 他们就是把房子 一整栋的这样子 独栋的房子 下面装了轮子 那不是这个吗 是真的 不是不是车 是他们真的在 不是有轮子的家 那是露营车不一样 他们是真的把普通的房子 先把他用一些工程的方式架高了以后 在下面装了轮子 然后慢慢把他移移移 整栋房子移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这不是天方夜谭 它是有可能发生的 只是有必要做到这样嘛 别人搬家就是用搬家车去装箱对不对 如果用自己家里的车就分好几次慢慢搬 或者是你可以花钱请搬家公司帮你搬 也不错 他们会帮你就是组装 像以前有一张小比现在睡的床 就是大姐小时候我们买的八岁的时候买的 大姐三十岁了 你看买了二十二年了 我们从旧家搬到新家 然后把它拆开很大的木头创 然后到了新家以后 搬家公司要帮你组装起来 很厉害 这个是专业的 那但是这些什么搬家公司什么轮子先生完全用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松开房子底下的这个轮子的固定钮 这里不是有轮子吗 下面有那个固定钮 有一些推车 娃娃车下面不是有一个踩下去就会固定住 不会移动了就很安全的那个东西嘛 对不对 他只要把那个固定钮松开了之后 坐在他家的顶楼阳台 握好方向盘就可以把房子开走了 这怎么这么奇怪 所以他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他可以住在东区 有的时候可以住在新北市 有的时候可以住在山脚下 有的时候可以住在大海边 他想去哪就去哪 而且他觉得他这样的生活方式非常好 他希望大家都能够跟他一样用这样的方式生活 所以他就跑去竞选市长了 因为他觉得他如果能成为了一个市长 他的这个政策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 带给更多人幸福 他是这样想的 他的竞选口号就是 我一定会让城市动起来 结果呢 他跟第二名差了一票 他多一票当选 你看多一票当选 小朋友有了解什么叫多一票当选 对不对 那个人五万票 一票 他五万票 然后我高他一票 我是 说他 五万零一 是不是五万零一 对不对 我断车住嘴巴 五万一 零零零零 多一票而已 五万零零零零一 他就只多一票就当选了 但民主制度就是这样 不然你就重新验票啊 多一票就是多一票 我就是赢了你了 所以我们台湾也常常会上演像这样子的 哇 那个当选的跟 他们不是当有人会用钱收买人家 哦 那个叫做会选 现在会选抓得很严哦 你会选就被那个 一个人进去 然后呢 第二个人进去 那个桶子里就有一百张票 哦 那个叫做票 对 那个叫做票 现在谁还敢做票 通通抓起来 判刑 抓到抓去坐牢 以前确实是听说是有的 可能是四十年前五十年前 有买票的 我给你那个五千块钱 你要偷给我 有人说不定不要五千块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就要偷给我 那叫买票 那刚刚小妹说 这做票 有一个人走进去 走出来以后 才一个人走进去 怎么桶子里就多了五百票呢 那就假的嘛 对不对 那就叫做做票 那但不是 他是平时里得到的 他就是多一票 怎么样 他就当选市长了 上任第一天呢 轮子市长就把户外的美术雕像 装置艺术 统统都装上轮子了 轮流放在不同的角落 或是住家的门口 让大家都能够轻松欣赏 好我懂我懂这个意思 他就是让艺术充满你的城市 让文艺无所不在 大叔潘基乱中压 不是呢 潘基乱他说的是这个 那个雕像 就是你可能要到著名美术馆 才可以看到的吗 不用啊 我让他装上轮子 滑下来 就算是在台南我也可以看到 哦没有他只要看他拿一个市的市长了哦 赤坎楼 赤坎楼 对我们可以在赤坎楼看到 嗯就是 小笔 小笔 哦不是小笔怎么会在赤坎楼 好不然就是那个 无远佛界到哪里都行 因为我们有轮子啊 这些艺术品啊 装置的 嗯 一些那个给大家欣赏的东西 就不用被定在某个地方了 可以到处去跑啊 好 这样还不止哦 第二年 市长 不知道他这里的市长当几年了哦 第二年呢 他就把所有的房子 哦 这个市 比如说新北市 哦 所有的房子通通都装上轮子了 我们家也要装轮子了 可我们家跟隔壁洞连在一起啊 是啊 我们家跟旁边的是连在一起的啊 我们不是独动啊 我们是一整排的啊 那我们知道要开车的话 要装轮子的话 要装一整排轮子 怎么不能把我们的墙从中间割开 邻居赶走 不是 邻居怎么赶走呢 他买的房子啊 还有所有圈啊 可是他就把每个房子都装上轮子了 每个月的第一天就变成城市观光节 房子呢 你就可以开到你自己想要去观光的地方 比如说我喜欢 我也喜欢看山山水水啊 可是我平常不方便去 那我今天就搬到海旁边去 住他两个礼拜 过两个礼拜以后我就去 我觉得还是要有7-11比较方便 我就搬回市区 而且他其实这也算是可以达到居住正义了 怎么说 就是我原本我这边的房价比较低啊 像我们住在三峡啊 三峡算是蛋白区嘛 对不对 还是小妹说蛋 蛋壳区 人家最贵的台北市中心叫蛋黄区 然后新北市叫蛋白区 再远一点叫蛋壳 小妹说叫蛋壳区 你们都说蛋壳区嘛 这样我们家就很远啊 就比较蛋壳区的这个 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也不用在乎什么房价了 我随时我可以开到东区 中小东路上 我们也可以开去平东 我们也可以开去平东 我爱开到哪就开到哪 好棒哦 那大大小小的房子都动起来了 走来走去大风吹 除了居民很开心以外 观光客啊 也是大开眼界了 大家都睁大眼睛 睁大了嘴啊 他们真的从来没有看过 移动的城市 这不是移动的城堡 是整座城市都移动 好了 这几年下来之后 大家就觉得这个不错 我们这样生活方式很棒 公平 所以轮子市长就去竞选总统了 结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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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选了 这样真的好吗 这变成轮子团子 不对 变成轮子国了 哎呦 不得了 轮子民国 好 轮子先生 不对 轮子市长 也不对 他现在是轮子总统 他就当选了 他不是市长 他现在就选总统了 我们台湾也是这样 每一个当完市长人都选总统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必经之路 哎呦 我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抛弃 人家说他的生涯规划嘛 好 轮子总统不负众望把所有的城市统统装上了轮子 把北部的城市调到南部去了 让你们温暖一下 哎呦 那我就解脱了 我太冷了 那把南部的城市调到东部去 让你们呢 看看那个 太平洋 是不是 东部的城市调到西部去 哇 那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城市里面更方便一些 反正呢 就是重新分配老全国动起来 人人有希望 处处有活力 啊 这是他的 他统治的国家 好 轮子总统呢 一不做一不休 他想要把他所在的海岛也装上轮子 这是不是我们台湾啊 他应该是在讲我们台湾吧 我们台湾也是海岛啊 帮我们装上轮子 帮我们变轮船吗 他要帮我们 对啊 这看起来很像台湾 他想帮我们移到南半球 我们原本是在北半球的啊 他帮我们移去南半球做什么 看南极企鹅吗 不要哦 我不能去那么冷的地方 我会不舒服的 我前几天才跟宝宝说 如果要去滑雪的话 不用带我去 我那个 我应该没有办法 到那么冷的地方去 我可能会中风 好 大家要去南半球 不知道是要去南半球的哪里 结果呢 还没去 好险 轮子已经装上了 但还没有行驶 还没有换地方 我是觉得 把岛 把整个国家移来一去 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跟主权有关 我们在旁边我们有领海 领土领海 我们是海岛国家 旁边有领海 你超过你的领海 你去游到别的国家 那是别的国家的海域啊 那你就是入侵耶 说不定人家拿那个大炮火箭 对不对 炸弹 卫星 好 一起攻击你 这不行的啊 他不能这样乱一言 好险 他还没这样做 这件事情就停止了 因为他生病了 他怎么会生病的呢 医生检查了之后啊 就摇摇头 你看这根女医师 凶凶的啊 那根眉毛都竖起来了 女医生说 总统先生 您在轮椅上坐太久了 你的小腿已经退化了 现在你需要运动 复健 我也被医生说 叫我复健 他也是说 我在椅子上坐太久了 全身都是肥肉 叫我起来运动 他不是造谣 他说都是真的 我也是很惭愧 可是我就是 有一点那个懒 不行 一定要运动 要不然我就是身体都会不好 他也是啊 身为总统 你为了这个国家 你就更要健康嘛 对不对 你的健康是国民的幸福 可是呢 他就不行啊 他就不愿意耶 他不想站起来 他觉得我在轮椅上 好好的你干嘛这样 这个佣医 他就换医生了 把人家换掉了 医生给他建议 他不听 他把医生换掉了 可是呢 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 他换了十位医生 每一位医生都说一模一样的话 大家都摸着良心讲 没有人呢 乱说 对 没有人趋意奉承 每一个人都是实实在在跟他讲 你要得到健康 你就必须要运动 你就要长期的去复健 那没办法 除非你要继续生病啊 永远都不好 永远都不出院 你也永远不能当总统了哦 要不然你就听医生的话 要运动 没办法 轮子总统呢 就退休了啊 提前退休 他就不再竞选连任了 就让别人去当总统吧 他呢 就退休下来 就去复健了 而且也不能再坐有轮子的椅子了 他要开始练习走路了 哎呦 那他这样会不会觉得心情不好啊 不开心 我就是喜欢轮子 现在不给我轮子了 我不开心 可是呢 哎呀 虽然他一开始是觉得寂寞的 没有我喜欢的轮子啊 我的日子都变成黑白了 可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婆啊 你看他老婆好可爱 哎 他跟我同样的发型耶 为了安抚轮子先生 轮子太太就是他 你看轮子太太好好哦 他餐餐都做寿司耶 哎呦 为什么要选做寿司呢 我我就不会做寿司 因为我不会用那个竹帘子 爸爸会 爸爸会做寿司 他这轮子太太每餐都做寿司 圆圆的寿司 裹着黑黑的海苔皮 哎呦 看起来还真像轮子呢 你看中间包的不管是红萝卜啊 小黄瓜啊 或是什么各种不同的蔬菜 或者是肉啊 看起来就好像轮轴 对不对 那外面那个黑色的海苔 还有这个白色的饭 看起来像轮胎 不止如此 他太太呢 还弄那个旋转 就是我们去大餐厅里面 我们去吃馆子的时候 有没有跟长辈去那个餐厅吃馆子 台菜 或者是那个什么 呃 那个什么 外省菜 的餐厅 那桌子很大 吃洗酒的时候也是啊 小朋友去吃过洗酒吧 洗酒那个桌子 不是一次都坐十个人吗 对不对 那么大桌子 那对面 上菜上到对面 我就监不到啦 那就有一个这个转弹 可以转转转啊 就可以把你想要的食物轮流转到你的面前 大家轮流吃 那这个轮子太太不只做了圆圆的轮子寿司 他还呢弄了一个圆圆的环状的回转台 那不用用手去拨动的啊 像我们是用人力启动的 他这个是电动的挥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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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就很像那个小火车寿司旋转寿司 看到了放在回转台上 一颗一颗会动的食物 轮子先生这下可开心了 而且听说他还在动脑筋 他想说等我身体好了 等我复健结束了之后 我就要开一家轮子餐厅 把所有的食物都变成圆圆的轮子 什么都变成圆圆的 不只卖寿司 车轮饼 鸡腿也把它弄成圆的 牛排也把它弄成圆的 汉堡本来就是圆的 什么东西用圆圆的饭碗装 面也是圆圆的面 通通通把它弄成圆圆的形状 这个就是他未来的新的退休之后的新目标了 他就是一个轮子传道士 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他一样感受到 轮子的美好 故事讲完了 我们下个礼拜五空中再见咯 下礼拜五见 拜拜 拜拜 拜拜